全美新冠确诊病例3日冲破27万 近昨天单日增长3万例后 近日再增长3万例 两日累计增长6万例 洛杉矶县作为加州重灾区 每天一以约500例的速度递增 死亡人数近日也日增10人 给洛杉矶人带来的心理冲击无疑是巨大的 而截至周五 整个洛杉矶县共有4566例确诊病例 新增了521例确诊及11例死亡病例 另外河滨县警察局周五公布 该县再有第二名警察 因新冠病毒引发的并发症死亡 据介绍这名不幸去世的 韦河滨县副县长David Werksman 是一名有着22年丰富经验的警察 Werksman曾经在罗伯特普雷斯利 居留中心Jurupa Valley警察局 和Lake Elsinore警察局工作 最近被分配到警长行政部门 警方还介绍 Werksman还曾经在危险设备小组工作 他是FBI认证的公共安全炸弹技术员 危险材料小组专家 以及核辐射急救人员 河滨县警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截至周四 该部门有25名职员的冠状病毒检测 呈现阳性 多数都是警察 大多数受感染的警员 都在Kois & Bird居留中心工作 该居留中心已经有11名囚犯检测 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阳性反应 截止到4月3日下午 目前河滨县一共有493例确诊病例 以及13个死亡病例 洛杉矶县一共4566确诊新冠肺炎 包括89例死亡 城县一共有656人 13例死亡 圣伯纳丁诺县有304人 8例死亡 泛都拉县则是有177人 6例死亡 而圣地雅各县有966人 16例死亡 天下卫视将为你每日更新